流市场越来越蓬勃 很多业者会推出高端市场来吸客群 但现在却爆出合作的知名部落客高瑞藤 哈佛学历是假的 知情人士指出 高瑞藤的美国荣誉博士学位 是用美金149元买来 还花美金400元 报名哈佛大学网络课程 取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学位 都是假 成为他品牌底下的会员 你可以环游世界 还能搭私人飞机 但每趟行程得花上百万 而且申请入会 得要有台币3000万以上的资产 标榜豪奢 领队人员门面当然要好看 有旅行社坦言 因为客制化高成本行程 导游当然会特别安排 毕竟现在不止五星饭店米其林 特别强调活动设计 像是人文艺术音乐生态和知识体验 肚子里没有墨水 很难满足消费者期待 除了有高学历之外 经过一些专业的导览的一些训练 我们要把一些生态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领域 把它解释成客人听得懂的 针对风波 哥瑞腾在脸书发文 原本想讲些什么 但想想何必呢 学位跟证书哪边看不懂 还特别附上2022年的毕业po文 自己可是连滚带爬 才拿到第一张哈佛商学院证书 随后发出声明 目前最高学历 是中国科技大学应用英语系 在校期间 自行到曼尼托巴大学 就读ESL课程 后来也到哈佛商学院研习学程 从来没有宣称 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等学校 却是从网站上 找得到哥瑞腾的合格证书 而熊生师旅行社也回应 旅游品牌是公司 全球众多供应商之一 将会严格审查 针对有心人士的指控 哥瑞腾严正声明 强调学历没有造假 希望谣言能不攻自破 TVBS网站上的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